是的 首相安华上任一年半之后 兑现承诺 宣布公务员挑衅 还把公务员的最低金金 上调到2000令吉 全国公共及民事职工总会 QPEX乐见其成 盛赞政府正朝着对的方向 迈出勇敢一步 公共及民事职工总会主席 纳都阿德兰默今天指出 改革后的公共服务新丑制度 不仅协助公务员 应对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压力 同时增加了他们的可支配收入 阿德兰默也促请政府 采取其他措施 向是提供更多福利 以鼓励公务员进取向上 为民服务 另外 阿德兰默表示 作为社会和经济的主要推动力 公务员应该以诚信履行职务 除了持续跟政府合作服务人民 也要提升必备技能 确保公共服务与时并进 请不吝点赞与时并进� 感谢观看